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之前 吴倩怜被媒体拍到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在兰州拉面馆吃饭 大家才发现曾经的女神现在低调的好像个路人啊 甚至还有人偶遇吴倩怜后也发出一菜市场路人的感慨 那看了看关于吴倩怜最后的一次新闻报道还是2012年的 当时吴倩怜被媒体拍到和家人去成都旅行还坐的是经济舱 不过相比于大家感叹吴倩怜的低调 更多的人好像都觉得她比较无感 甚至连网上部分文章对吴倩怜的介绍都出了错 难道吴倩怜的存在感这么弱了吗 曾经的女神也太没有拍面了吧 1968年 吴倩怜出生于台湾一个普通家庭 从小喜欢唱歌跳舞 高中时 吴倩怜经常一个人去舞厅跳舞 非常有个性 据说当时她还是他们学校唯一被要求穿男生校服的女生 后来因为对艺术和戏剧的痴迷 吴倩怜申请了国家艺术学院戏剧系 在上学期间 吴倩怜开始自己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相当独立 从不让家人操心 独立有任性的美人容易得到命运的眷顾 1990年电影《天若有情》开拍 剧组想在台湾抓掘新面孔来当女主角 杜琪峰收集了许多照片 吴倩怜的一张学生照 让她的人生迎来了转变 当时杜琪峰抓了一大楼照片来看 觉得吴倩怜气质出众很识不同 直接挑中她出演《天若有情》的女主角 和大名鼎鼎的天王刘德华合作 而当时吴倩怜还在台湾国家艺术学院二年级 首次登场即是高峰 这样的运气真的很让人羡慕 1990年《天若有情》上映后 成为了经典之作 还提名了第十香港电影最佳新演员金像奖 吴倩怜一战成名正式进入娱乐圈 但吴倩怜对此并没有骄傲 反而自嘲说 我是单眼皮不属于美女 成名后有人建议吴倩怜不要读书了 但吴倩怜并没有迷失自我 她还是一边坚持读书一边拍戏 直到顺利毕业 有有三年 吴倩怜再次被命运眷顾 牵手天王郭富城主演了电影 天若有情二之天长地久 同时吴倩怜更让人看到了她身上的潜力 1994年在拍完首部电影后 吴倩怜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 赢得了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金奖 和叱咤乐坛生理军女歌手同奖 成功跨界拿下了歌手身份 他接下来的几年里 他收割了李安影帝专业护梁朝伟 张国荣周润发众多男神 短短几年就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 还有那首经典的梦醒时分 本来是李宗盛专门写给吴倩怜的 但和林一连一样是单眼皮的吴倩怜 演唱实力也吸引到了李宗盛 李宗盛也有考虑过让她来演绎 但那个时候吴倩怜正好在香港拍摄电影 天若有情 所以这首歌最终花落陈书画 结果陈书画凭借此歌异曲成名 在被导演李安赏时候 吴倩怜受邀出演了经典影片 《影食男女》 饰演倔强的二女儿朱家倩一绝 不过在片场吴倩怜依旧很有自己的想法 据说当时李安想让她一直穿高跟鞋演戏 但吴倩怜偏偏不愿意委屈自己 最后惹得一笑如雅的李安升起大吼 但最终也无可奈何 电影上映后 李安才发现 原来不穿高跟鞋的效果才是最佳的 1994年同年 吴倩怜牵手《天王黎明》拍摄了都市情缘 这部影片在业内取得极高评价 是黎明的第一部电影经典 此外这部半文艺电影 在韩国上映后 取得了当年华语片票房冠军的好成绩 1995年胡建联和影帝专业户梁朝伟合作 出演了《等着你回来》 他一人分饰两脚 一个是老巫女鬼 一个是梁朝伟女友 此时的吴倩怜演技已经达到了志的飞跃 气质与演技都二人惊艳无比 1996年 吴倩怜又与张国荣合作 主演了《夜半歌声》 饰演富家小姐杜云烟 凭借此角 吴倩怜一举荣获 长春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1995年 吴倩怜和周润发合作出演电影《和平饭店》 又再次和刘德华合作 主演了《天若有情三之风火佳人》 短短五六年时间 吴倩怜就从一个大学生 晋升为了一线当红女星 辉煌的星图一度让人望尘莫及 据说她还是唯一一个 跟四大天王都合作过的女明星 后来香港演艺圈里的天王巨星 她也都几乎合作了个遍 唯一说要差评的就是1998年 吴倩怜和任贤琪合作主演的电视剧 《神娇侠侣》 当时吴倩怜饰演了金庸笔下的《小龙女》一角 一身黑色衣服 冷酷轻艳 对经典角色是一次突破 但当时的观众 并未因吴倩怜之前的成绩 而接受她的这次挑战 观众纷纷质疑 这是史上最丑小龙女 而这也成为她演艺生涯中 不可抹灭的负面标签 不过很快吴倩怜又和天王黎明 天后梅艳芳搭上了戏 受邀主演了许安华指导的电影《半生源》 饰演女主角顾曼珍 凭借这部电影 吴倩怜莲获得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 和第4届香港电影影评学会最佳女主角 在观众面前很好地挽回了自己的形象 由于人气超高 专业实力又很硬气 1999年 吴倩怜受到内地邀请 和冯小刚合作出演了电影《没完没了》 饰演女主小云 而这部电影更是吴倩怜在内地的桥本专 吴倩怜凭此又一次受到内地观众的青睐 紧接着吴倩怜又和李亚鹏主演电视剧《金港爱情线》 饰演芳明一角 可以说吴倩怜从出道就是巅峰 而且一路是顺风顺水 拿脚拿到手软 不过处于巅峰时期的吴倩怜 却很快就暂退了演艺圈 我行我素 直到2005年 淡出了演艺圈三年的吴倩怜 才为了《卵灵玉》一角而付出 她也成为继张曼玉之后 第二个成功出演《卵灵玉》的演员 被称为吴倩怜式的《卵灵玉》 之后几年 吴倩怜就变得非常佛系 只是断断续续演了几部戏而已 她出演的最后一部剧 就是2013年参演电视剧《唐朝浪漫英雄》 饰演叶唐莲一角 至此之后 吴倩怜彻底淡出了娱乐圈 而且变得神明莫测 不过虽然拍戏不积极了 但有些人发现 吴倩怜在2002年做了一个网站 而且自己出任CEO 经常在里面写一些博文和小趋势 还有她的一些字声 没有作品出现在公众视野 吴倩怜也绝对没有炒作过绯闻 唯一和刘德华有过情感新闻 也只是刘德华的一厢情愿 有一次刘德华开演唱会 吴倩怜去当嘉宾 刘德华见到吴倩怜之后 当场跪地 表白爱意求婚 不得不说 当年她与刘德华合作的荧幕情侣 曾是很多人心中最完美的金童玉女 不少粉丝都期待吴倩怜的回应 然而当时吴倩怜已经心有妥宗华 不过赢得吴倩怜芳芳心的妥宗华 并没有带给女神想要的幸福 这段相爱12年之久恋情最终没能走到最后 据悉1990年 妥宗华还刚刚掉向吴倩怜表白 明年就结婚 结果表白不久 两人就突然宣告分手 而分手原因是妥宗华动粗 与吴倩怜分手后 妥宗华娶了小15岁妻子陈思 吴倩怜还大方地包上了五位数的红包祝贺 也从没拿前任炒作新闻 坦荡大度 不过2015年时 妥宗华就报被妻子控诉家暴 两人最终协议离婚 在养心期间 她一个人去了世界各地探险与体验 在此期间学会了开船 考了潜水执照 充实了自己的生活 回来后还拍了一部蓝色地球村的纪录片 后来因为没有新投资方而被迫停拍 本以为女神感情不顺 回来拍戏也受挫 但没想到2007年 39岁的吴倩怜出乎意料地 在拉斯维加斯低调地结了婚 据吴倩怜的亲戚人介绍 吴倩怜结婚时只穿了一件自己设计的旗袍 整个结婚的过程 只有吴倩怜夫妇二人 没有邀请别人 而对于丈夫的信息 吴倩怜更是保护得很好 直到刘德华公布婚讯的时候 吴倩怜的丈夫的资料 才被网友扒了出来 据说医药行业的商人长居上海 结婚后吴倩怜开始了神隐 很少在面对媒体 也变得无影无踪 有孩子的新闻 还是被媒体抓到机会追问 吴倩怜才透露 已经生了 是一个男孩 两岁了 她很缠我和老公 曾经宏敬一时的女性 如今这么佛系 放在娱乐圈 真是太不常见 不仅处事淡然 吴倩怜在众多好友眼中 也很随和 毫无腥味 对于物质的追求欲也极低 吴倩怜曾经表示 自己大多数钱 几乎都花在了旅行上 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乐趣 但每一次旅行 她基本都不会去住酒店 只住普通的民宿 真的real节省 曾经有人问吴倩怜 未来向往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什么 吴倩怜说 她最想成为一个影视 如今她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烟火气十足 也不反复 大概真的如愿以偿 是很幸福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订阅和关注 辣妹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